高雄中學的第一名獲獎團隊 歡迎各位來到總統府 首先要恭喜所有得獎者 榮獲近年度的資安技能經燈獎 這個獎項從 2006 年開始辦理 2019 年起開放國高中組的學生參加 我們今天的現場 也有高雄中學的第一名獲獎團隊 這也顯示我們的資安教育 正在不斷向下扎根 今年也是數位發展部正式成立以後 交由資安署辦理的第一次競賽 題目也加入了更多智慧居家資安的議題 這也提醒我們 資安要在日常生活當中就開始實踐 金正獎一直是臺灣培育資安人才的 最重要的獎項 歷年的優勝者 後來都在資安領域都有傑出的表現 今年在大專院校組獲得第一名的是 陽明交通大學的團隊 也代表臺灣參與全球規模最大 聚集全球頂尖資安高手的 Defcon CTF 2022年 也就是駭客搶齊攻防賽的競賽 並且獲得澳人的成績 感謝各位 讓世界看到臺灣優異的資安實力 資安就是國安 一直是我們整個執政團隊的重要信念 隨著各類新興技術快速發展 網路系統及資訊安全受到威脅也越來越多 攻擊也越來越頻繁 此外 境外勢力也常透過錯假訊息的散佈 試圖混淆民眾的視聽 進行認知作戰 不論資訊系統的攻擊 以及假訊息的散佈 都有可能對民主體制造成重大的危害 所以 我們一方面希望能夠提升全民 對錯假訊息的辨識能力 另一方面也持續強化國家層級的資訊安全 2018 年我們通過資通安全管理法 要求政府機關及關鍵基礎設施率先導入資安的防護 今年8月 數位發展部也已經正式成立 目前 我們資安的議題由術衛部來主導及統合 強化國家資通安全能力 資通安全署為肩負統合管理 執行資安防護與演練 以及培訓資安人力的重要任務 在產業方面 我們也會持續地落實 對資安及智慧財產權的保護 和更多國際盟友一起打造更具有任性 也更安全的供應鏈 相信今天所有的獲獎者 未來都會是帶動資安領域發展的重要人才 我期待和各位共同來努力 一起提升資安防禦及應變的能力 也進一步強化台灣整體的韌性 我們一起來努力 謝謝 謝謝大家今天到總統府來 謝謝 謝謝